那我们看一下这款仪器电热仪 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有两个手柄 它每个手柄的话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探头 然后呢就是我们左边这个 就是我们的电热仪的一个就是 融质术型的一个手柄 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负压的 射频负压的一个手柄 那我们先从开机开始 下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按着它的红色按钮上面的一个箭头旋转 然后就开机 然后开机之后我们界面显示 会显示两个就是手柄的一个图案 然后A呢它是我们的负压的一个手柄 然后我们B呢是我们的一个单级设片的一个手柄 我们操作的话我们先操作哪个手柄呢 我们先操作B手柄 然后我们点入我们B手柄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调节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就是左上角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B手柄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显示 那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下面有四个选项 它分别代表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手柄 所匹配的不同的一个探头 不同规格的一个探头 就是根据不同的部位可以选择合适它的一个探头 然后我们右边呢有两个就是调节的一个按钮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调节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就是 这个power的这个时间呢 这个是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调节 它最高的话是100 一般的话我们从什么开始呢 我们初始值的话 我们这个热量的话 就是从我们的20可以往上加都可以的 当中承受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的调节 根据你所需要操作的部位 然后所需要的操作时间 然后去调节就ok了 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显示图 这个显示图的话 它是就是比较生动形象一些 就是到达我们皮肤的一个层次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键 还有我们呢就是停止键和返回键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附加 附气压手柄点进去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吃通识别的一个探头 就是附气压的一个手柄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调节 然后我们时间的话 它最高的一个时间是60分钟 也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根据所需要的治疗部位 然后就是调整合适的时间 一般的话我们一个部位的话 就是控制在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 然后这是我们的热量的调节 最高的热量的话是100 就是100 然后的话我们一般初始值 就是我们给到的一个参考值的话 我们是从可以从30往上加 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量 来递增递减 这是我们的一个吸力 吸力的一个调节 因为我们这个附加手柄的话 它会有一个就是吸力 还有一个热量的一个调节 我们吸力的话 它最高是20 我们初始值的话 要根据我们所需要操作的一个模式的不同 来选择它的一个吸力的一个大小 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有一个就是操作这个成分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放松的模式 就是二分之一秒一吸 或者是三分之一秒一吸 这样子 先给我们的肌肉去放松 放松的话 比如我们调节是12 打个比方 比如是12 然后我们给它放松完以后 我们开始长期 在长期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能量给它降一半 降一半 或者是五都OK的 这样子 然后就给它操作 这样速度会更好一些 如果客人能承受得更高的 也可以给它地震 给它加上去 尽量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 尽量给它稍微 就是给它加了稍微多一些 这是我们的就是吸的时间和放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不用调节 因为我们下面的模式里面 你所选的每一个模式 它都会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系统后台都给你设置好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合适的模式 和吸力和热量就可以了 其他的这两个是不用动的 这是吸的时间和放的时间 不过也是可以去 就是手动去调节也是OK的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模式的话 就是放松模式 放松模式是1分之1和1分之1 你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数据的话 就是用长吸 这个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话也会有一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的能量 就是在能量在传输的过程中的话 它会到达皮肤的哪个层次 它就像有一个就是手电筒那里 然后会照到某一个层次 这边会有一个三个一个手柄 三个探头 这个手电筒会有三个探头 根据它所削的部位的大小 面积大小 然后去选择合适的 它这个小一点的 它是我们就是最小的这个手柄 像这个手柄的话 可以作用于我们的一个肩颈 手臂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淋巴部位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探头的话 这个探头的话 可以作用于我们的一个 就是比如说腿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腹部 还有一个就是背腰部 都是可以的 像这个更大的 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手柄 这个手柄的话 就是针对于比较特别肥胖的 特别肥胖 腹部特别肥胖的 或者是就是妈妈臀 都是可以来做的 这边是开始停止和返回腱 就是这样的手柄 就是这样的手柄